赶到吧 好点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风和雷雷工作室 我是Alison 没错 今天我要教大家怎么化 荷包蛋 这是我最爱的荷包蛋 话不多说 准备好你的水彩颜料 以及水彩笔了吗 我们一起化吧 今天我们会用到的颜色 有褐色、蓝色、橙色 其实还有黄色与红色 红色的部分只需要一点点 第一步 用一点点的黄色颜料与水混合 稀疏颜色的饱和度 涂在蛋黄的位置 再来呢 趁颜料还没干掉之前 用橙色叠上一层 这颗荷包蛋的光线主要来自于 右上方 所以我们需要用较深的橙色 让左边暗一点 可以加一点点的水在蛋黄上 让整体的颜色混合自然 接下来 在蛋白的部分涂上水分 记得笔刷要非常干净 然后用少许的黄色 随意的彩绘 蛋白的边边角角 可以用更深的橙色与褐色 画出荷包蛋 尖得有一点焦掉的感觉 接下来 觉得蛋黄不够鲜艳 可以用橙色加一点点的红笋 涂在蛋黄左下方 用一点点的蓝色 画出荷包蛋的皱褶 光线来自右上方 光线来自右上方 所以影子必须画在左下方 淡黄的左下方 我们可以用灰蓝色画出影子 明镇正下方 再来用白色涂在高光的地方做最后的调整 荷包蛋就化好咯 希望这一次的教学你会喜欢 我要去吃我煎的荷包蛋了 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拜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